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曲 杨茜茜 都相喜歡 詞 杨茜茜 是適合我們有堅定的信念 想要共同實現這些目標的 我們共同的支持者 一起我們來打造這個Tコイン 北援要做成这个台湾的 法定货币 法定货币之一 成立于美国建交宣打团 在环保部分 应该我们要建立一个team 去做维护基正 台湾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那你在73个原因要干嘛 办73份报纸 全球大概是有上百个城市吧 都有台桥在的地方 让他们能够 详细接收到正确的信息 然后提供意见进来 我们帮忙来 维护基正的调查 也一样 司法改革 这些律师这些 区理货币 来给付他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 永续发展的 建立台湾主权的道路 解决所有台湾现存的 这么多人来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就从T-Cone的认同号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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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图片 大家拿在手上之后会发现说 其实模模糊糊的 那我必须跟大家解释就是 有一些档案 当我们从网路上拿来的时候 下载的时候呢 其实它就是解析度是不够的 那这样的解析度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应付 再把它变成是书籍的时候印刷 如果说我们在网路上 也许还勉勉强强 用手机可以看得清楚 但是如果说是放在这个 书籍上面的时候印刷的时候 是不清楚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所有的图片 有一些图片只是让大家知道说 有这个资料 如果是解析度不够清楚的东西呢 我们通常就会呢 直接告诉大家那是什么内容 所以在图说里面 会去说明这样子 所以有关于这个解析度的问题呢 我们因为花了太少的时间了 真的要去把它 完全做到每一张图都是清晰的 事实上是有困难的 所以这个必须要请大家包含 但是图文的结果 只是让大家知道说 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 每一句话都有它的来源 那另外就是 我们在后面呢 说好了就是 我们会有QR Code 那QR Code呢 其实手机嘛 就可以去扫描这个QR Code 那有时候手机一扫 会扫到好多个 所以我会建议说 你可能用一张纸或是用手遮住 然后拿着手机去扫 好就是只留着你要看的那一个介绍 那个片段呢就很容易可以把这个QR Code给扫进来 扫进来之后其实不用花那么多的眼力去理解这一段的内容 就可以听用听的 听我们在当时在破解这一个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说明跟陈述 这个是这本书的一个总共三本嘛 第一本是论文真假之谜破解论文的问题 第二本就是从论文的真假的问题我们会衍生一个质疑 第一就是说为什么他可以得到党国的照顾 所以进入一个第二本就是党国之女 然后再来第三本就进入了海霸王这块土地 台北故事馆这块土地 为什么到最后变成是海霸王 好这个怎么整个历程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追台北故事馆事实上还没有追完 可是在11月底的时候为了能够很多读者 就观众一直要求说希望我们能够出书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很仓促 我们在做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那么我当时太大胆了太有把握了 我认为说哎呀反正资料我都有了嘛 把这些资料汇编起来再加上QR Code 可能应该很容易完成 结果没想到这个折腾的这个美编 真的很抱歉对他们很抱歉 那现在书已经出来 找一个时间请他们回来吃饭 这个是一个出书的说明 然后同仁很努力 就是希望能够赶快在年底之前能够记到大家的手上 所以应该陆续续已经大家已经收到书了 那么错字难免了 这个要请大家包涵 我们希望如果有机会可以有这一个再版的话 我们第二版会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变动 然后甚至把我们第四个阶段 怎么样继续追这个论文文 一直追到海霸王的土地 然后追到一个土地的正义上头 这一段我们会继续把它编成第四册 这是我们的期待 那今天进来之前呢 我觉得就是这几天的看到这个新闻呢 这个新闻跟我追论门这几个月以来 自己的非常深刻的感受是一致的 其实如果党国不死的话 公益是没有希望的 然后垃圾不分蓝绿是柯文哲的名言 可是从柯文哲北市府 竟然把革命实践研究院 革石院这个土地 完成它的都市变更 从机关用地变成住宅区 然后也核发建造了 那么这个真的是没有公益 没有公益不是蓝绿的问题而已 号称白色的东西 白色最白的就是卫生纸吧 擦了脏屋之后 卫生纸会比脏屋更脏 所以原来白色的卫生纸才是最脏的 我们来看柯文哲能够通过革石院的都市变更 那么我们也可以知道 海豹王这块土地 郑中企业正在向台北市政府陈琴 陈琴呢 已经原则通过了 已经原则通过了 那柯文哲可能会有这样的辩解 就是说 嘿当初革石院 变成这个住宅区的时候 是谁原则同意的 是在马英九当市长的时候 马英九时代 很巧啊 无巧不成书 郑中企业所拥有的这一块 目前的海霸王经营的这一块用地 之前的勒马饭店这块用地 从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馆用地 跟革石院啊 为什么会讲到革石院 同一个人嘛 任爵武 任爵武 任爵武就是革石院的院长主任 本来是副主任啊 因为那时候是 蒋介石还在世的时候 蒋介石才是创办的主任 他是副主任 那后来 革石院从阳明山搬下来 有一个这一个 在山下 有一个另外一个分院 那么任爵武就是投了 那么任爵武这块土地 当时据说是怎么样呢 强逼强迫地主必须要买卖 当然那时候价格是非常的低的 那地主一直在打官司 就这官司还没真正的了结呢 这个马英九在担任市长的时代 就通过了这一块革石院 变成什么 从机关用地变成住宅区 所以才有后来的 就说要盖成集合住宅的问题出现 那么至于这个海霸王这块土地呢 正宗企业 不是说他在成情吗 我们其实已经用过很多次了 也跟大家说明过很多次了 海霸王的餐厅的限制 这个都市变化 都市都更是怎么来的 一开始他就是二号公园预定地 二号公园预定地在什么时代就被变更了呢 就在高于树当市长的时候 他就被变更 在民国五十四年 任觉武不但是革石院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在民国五十四年的时候 就是1965年 他用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馆的 这个虚假的 不存在的一个幽灵机构呢 他就申请了建筑执照 那经过省政府内政部核定 变更为建筑用地 这是完全是违法变更 那违法变更其实有各种的提 就各种的情况 如果是政府带头的这种违法的变更 不就是现在所谓的 这个党产 党产会所要追究的对象吗 革石院不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你从民众手上征收来的土地 最后你没有做机关用地 你是不是应该要还给人家 你当时买多少钱吗 去算利息 去算这几年的差额 应该要还给人家 一样啊 二号公园预定地 你当时是用违法的方式 把它变更了使用 就应该要回去公园预定地的状态啊 因为你一直以来 从第一天房子盖好的时候 你就不是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馆啊 从来没有一天合法的 每一天都是违法的状态 然后台北市政府说什么呢 我们罚过很多次了 一直到后来是海霸王 他都是在违法经营的状态 我们罚过很多次了 如果是一般民众早就被断水断电了 可是落在正中企业 落在蔡家头上的时候 那就大事化小事化五 这块土地在勒马时代 不但是违法经营哦 他还是专门经营美军的生意 专门经营美军的生意 蔡家已经从这上头 累积了多少的资产 五十年了 对不对 从1965年到现在啊 五十年了 超过五十个年头了 那蔡家还要利用这块土地 把它变成商业区 继续使用下去 长长久久 那么我们看台北市政府的表现 在中央革实院 在革命实验研究院 的这个案例上面 他竟然通过都根 而正中企业拥有了这个海绊王的限制 也已经通过都根 原则上就是通过 而且他们也做过几次的审议 你曾请我通过 只要缴工程收益费 只要缴收益费 建造就可以发给他了 所以我们抗议无效 我们要求台北市政府 好好的看这一个 被当时的民进党的市议员 谢明拿称为市政之耻 台北之耻 完全没有任何居住争议 没有土地争议的一个 最坏的示范 你还是把它通过了 所以我们呼吁无效 呼吁中央政府也无效啊 蔡英文现在就是正中企业的大股东 他拥有将近七个百分比的股权 他现在这个正中企业正在向台北市政府曾经 台北市政府也通过了 好 那么当我们人民走投无路的时候 对于地方政府 我们也无可奈何 对于中央政府我们无可奈何 那人民只剩下什么 恐怕只剩下走上街头 我们只剩下人民革命了 那么中央政府也要建议 那么我们直接在补充上街头 我们就在补充上街头 我们最后的补充上街头 我们算是充上街头 可以把补充上街头 因为现在冬天到了 所以我觉得会更能够理解 就是说为什么需要 做一个温暖的美人 我认为睡美人才是真正这个节省时间 就是你睡觉的时候 可以补充的能量 然后把你的白天因为压力 因为疲劳 或是突然有一些过度运动 就是突然去践行或是去爬山 其实发炎的这本身 是造成很多 包括免疫系统的问题 可是热敷可以消炎这件事情 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平常我都要消炎了 我怎么可能再去热敷它 其实促进血液的循环 其实可以带走这些 比如说先程代谢产生的 或是你运动过后的一些乳酸 其实热敷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一开始这个发明是一张 单人的这个设计 然后它里面完全没有电线 所以你可以去揉它 那我都把它单人的部分 我都把它放在床单下面 环筷前面这个是一张新发明的双人床垫 它可以整个罩在双人床上 然后它有两个温控器就是 夫妻最同一张床可能 可是需要的温度是不一样 所以可以自己调整自己喜欢的温度 太棒了 就是讲课讲话 就是很每天都在讲话 非常吠喉咙 对 所以说其实我用了以后的感觉 就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 哇夏天为什么要用 因为我们家比较靠山 所以那边的话就是会比较湿 所以那就是这个厂商说呢 这个是可以就是可以让尘埋 可以杀尘埋 可以杀尘埋 它有经历报告的 对我真的就觉得 我真的回家以后 我就觉得那个晚上你一上床 那感觉就是很干燥的 很舒服的 就整个环境 就是不再是过敏源就是减少了很多 再加上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是尾椎有错过伤的 我曾经有一次就是 因为我只不过是弯腰下去穿鞋子 绑鞋带 结果就怎么搞起来 那时候就站不起来了 后来就说 你是不是以前受过伤 对的确是 可是我这时候送了这个 就是睡了这个之后 真的我觉得这个 好就没有旧伤 就没有再复发了 对很舒服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说哇 这一上床 一上床的时候 尤其是就是天气有点凉的时候 我没有比较靠山 对那种温暖的感觉 那夏天你也是开冷气 可是你进去那种感觉 就是很室温 而且它又有四段的 调整的温度的那个 所以你可以就是说 从那个一格再到四格 就不同的温度 再加上它没有电磁 我就非常安心 你有用过四格的最高的温度吗 那个就是冬天 如果冬天又很冷又下雨的话 我会先把它开到四格 然后等到我要上台的时候 把它调整两个 是 温暖美人专案 限量六组 五电磁波 美人鱼 救济美人推进器 取代传统发热舱 当个温暖美人 轻松无负担 躺在床上的时间 找回浓鲜核度的优美体态 快扫QR Code 了解详情 大家好 同温层突破同温层 我是同文勋 输出来其实我 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了 因为其实要去强记这些琐碎的事情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我相信对大家也是很大的负担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可以 就是翻开书来看 那我先来解释 当时为什么会接着这个 林环强教授 赫德芬老师的步伐 我们去追这个论文的问题 其实从求学过程中 就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 老师一直在用这一句老话来勉励我们 就是求学必须要于不移处友谊 你必须要对于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问题 你用直觉 你用你的所有的学识经验去想这个事情 你会觉得怎么会有问题呢 于不移处必须要友谊 真正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就是林环强教授 就是赫德芬老师 当时他们在说 蔡英文论文有问题 蔡英文没有学位 蔡英文证书是假的时候 我说过很多次 其实我当时是觉得怎么有可能 我跟一般人是想法是一样的 为什么 我们被机构效应 我们被权威的说法 我们被LSE 我们被很多像教育部 像政大 这些机构单位认为说 管它是蓝还绿 管它是统还是毒 我们还是基本上相信 我们的公务人员 我们的学术伦理 我们的官征 这是基本的相信 就是没有人需要活得那么累 就是所有东西都要去检查 我哪里知道 你是不是台大毕业的 我去查一查台大 可能有公告的东西 我可能看看证书 我就知道 你是不是台大毕业 我管你 你当时有没有写论文 你当时成绩如何 学校认证的 所以我是到什么时候 才对任性起疑呢 是在9月4号 因为 蔡英文 以一个总统之尊 是一个宪政机构的高度 竟然对平民百姓 对两个教授提起诉讼 这个诉讼呢 是毁谤罪 那又是用告诉的方式来进行 我当时以一个法律人的直觉 就发现说 至少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告诉乃论 毁谤是告诉乃论 你用这种方式来告 你还不如提字数 对不对 我现在告王太利 就是提字数 字数程序 快 精准 因为所有证据都在你手上 你要这个案子多快落幕 就多快落幕 不就争执的是 你有没有学位吗 把定稿的论文 蓝皮的 精装的那个论文拿出来 那个论文一拿出来 两个教授的学术声明就没有了 为什么不拿出来呢 很简单 所以即使你再不愤 你认为这两个教授 子虚乌有来攻击你 你真的要用诉讼的方式 来以正视听 那么也很容易的 就是提出字数案 程序又快 好 我当时还想 你以总统之尊 提出告诉案 检察官当然不敢怠慢 就算是任何 没有任何这个权势的人 去提出提起一个告诉案好了 如果连续四个月 检察官都不开庭 你会怎么做 你跑去爆料公社 你跑去PTT 你至少在自己的脸书上面 推特上面 对不对 怎么样 抱怨一番吧 你会不会怀疑说 案子被撕掉了 你会不会怀疑说 有人去关说 你当然会怀疑 你应该怀疑 什么 什么叫做什么 所谓的这个皇后的争吵 不容直语 司法从来 台湾的司法 跟台湾民主一样 其实还没有完全成熟 我当一个法律人 我必须要承认这件事情 那司法之所以不成熟 民主之所以不成熟 是因为司法不够好吗 法律规定的不够完整吗 我们的民主基于宪法而来 基于法律而来 我们的民主不够好 不够完整吗 不是 我认为从头到尾都是人的数值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案件 你就动不动就去关说 你关说 别人也会关说 被关说的人 如果会接受 因此而影响他的司法判断 那么这是谁的问题 这不是法律的问题 这不是司法的问题 常常很多人说 司法要改革 我常常就是一笑自知 真的要改的是什么 每一个人 人心 人性 有没有办法改到 达到你要的那一个司法 完全不容置疑 只要是法院判出来的东西 只要是检查官起诉 或不起诉的案件 你都相信 他真的根据事实 真的有他的是非在 你如果不相信 那就不要空谈司法改革 改的都是别人 自己都没问题 所以关键在于 人性 人心 我们的社会的水平水准 还没到那个位置 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 我们才没有办法享有真正的司法独立 空严司法改革 空严民主改革是没有用的 要从每一个人自己做起 所以我判断 蔡文士打假球 关键在于在不一处有疑 疑问从哪里开始 9月4号开始 9月4号启动这个怀疑之后 我们就开始去查资料了 因为其实同理心嘛 就是我没有读过博士 因为我对于走入学术的领域 去当一个教授我没有兴趣 所以我很清楚 我只要拿到硕士的学位 我知道就是说在研究问题的时候 怎么收集资料 怎么分析资料 这个是硕士的基本的训练 那么就可以了 我没有想过我要走入博士的这个领域 那么也许今天以后不一样 就是我也许想说再有机会的话 人生非常的长 如果再有机会的话 也许我去读一个神学的博士 这个是我非常有兴趣的 这个是后话了 可是就这个同理心嘛 就是说证书这件事情 当你拿到一个博士的证书 我相信比拿到了这一个律师的证书 还要宝贵 还要珍惜它吧 所以就我自己个人经验是这样的 当我拿到我的台湾的律师执照 跟我拿到纽约州的律师执照的时候 拿回来我都一样 在我有职业的时候 这两张执照就挂在我的办公室的墙壁上 当然律师的这个办公室 我们很少当事人会进到我们的办公室 我们通常就是在外面的会议室 有这个工作区跟会议区 为什么要区分的很清楚 是因为要保护当事人的资料 因为我们通常在这个大的这个 自己的工作桌上 书桌上面 你就是累积了一大堆的案件 那你成为合伙人之后 助理律师会把他对案件的嫉妒拿来给你批 这东西可不可以发出去了 需不需要再改 所以我们通常右手边就有一大烙的这个公文 然后就是一个案件一个案件的卷宗 有的卷宗已经累积到很厚了 所以整卷的卷宗来看 那么我们会有一个管理的很好的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就是管理档案的 当然还有一些是我们的参考书籍 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档案是呢 就是有专人坐在那边 谁去借阅的那个档案 不是管理这个案件的这个律师 是不能看那个档案的 借出来之后 借多久在谁手上 永远维持只有一个卷宗 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所以有很多的证物 甚至是证本都在那个卷宗里面 所以卷宗不能蔑失 也不可以让别的无关的人看到那个卷宗 因为这个你对当事人有手密的义务 因此我们的自己的办公室 是不会让当事人进去的 就在会议室跟当事人开会 这是为了手密 这是一个关键 不是说做事不尽情理 而是真的 你当你承担一个案件的时候 你就有你的义务在 尤其是一个律师 那么即使是这样子 我的两张证书 还是挂在我的这个办公室的墙上 这种东西是不会掉的 绝对不可能掉 我在想象到什么情况之下 他会遗失呢 因为他一定是一个框 把它框好之后挂起来的 而且这个size有多大呢 就很像我给大家看过 这个是美国的权力法案 给大家看过 证书大概都这么大 台湾的律师执照的证书 比这个还小 可是我的美国 包括美国的律师执照 这是可能后面几集 有机会的话拿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证书size这么大 尤其是你用一个框把它框起来 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会灭尸 我我想象不出来 除了那个 因为火灾 事物所烧掉了 还是说因为火灾家里烧掉了 然后来不及抢救 才有可能灭尸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理由 这个博士的证书会不见 那事实上我们看2011年的时候 蔡英文自己在演讲里面 在这个研讨会里面 就是事实上是为了他的这个选举 去做的promotion的这样一个 类似竞选的这样的行程里面 他讲过啊 他的律师证书到现在为止 都挂在他们家的墙上 我相信他讲的他们家的墙上 应该指的就是阳明山的房子 挂在他们墙上 但是博士证书却不见了 很妙的是当时他在 他在做这个研讨的时候 在有这样的一个座谈会的时候 他没有提过他的博士证书 他只有提过他的律师执照 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 心理的这个 心理的现象的一个呈现 他一直必谈他的博士证书 他一直必谈他的指导教授 甚至最近我们看到漂亮的嫌疑发现的 最早发现的 一样是2011年他去各个大学巡会演讲的时候 讲到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 他竟然讲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呢 讲了不同的版本 所以又出现了不同版本的论文的题目 如果这个真的是含金量这么高 1.5个博士值1.5个博士的学位 你怎么可能会忘记你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呢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所以种种的疑点让我们在不一处有疑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对论文的真假的追查 那我们秉持的是什么呢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们下一段进来 我们下期再见 其实这是一个发热围巾 它一样里面有一个模组 就是同样的是这种高科技的发热纤维 然后平常如果说你不要用行动电源的话 它一样有永恒外线 所以有永恒外线的效果 可是如果说你要用这个行动电源加上去的时候 其实在出国的时候 我觉得搭飞机搭了很久 那其实最容易受伤的其实是脖子 然后或者是坐游览车坐很久 所以有时候会绕枕啊太累的时候会绕枕 我就都是利用这个围巾来做 其实是一种热敷的治疗的这个效果 可是它又有一种美感 所以即使是脖子绕枕的时候呢 走在路上呢都不会有人发现说 其实我正在进行医疗行为 正在热敷它 所以它怎么用呢我现在就很简单 它就是一条长条形 然后这边有一个转折 所以戴上去之后很简单很快 这样就成功了 所以我们请那个Helen先说 我是放在我床上 因为之前还没有做这么漂亮 我觉得哇真的越变越漂亮 因为睡觉嘛我也懒得把它塑在我的脖子 可是我就直接放在我的枕头上面 就直接热我的脖子跟我的肩膀 我就一觉到天亮非常棒 所以这一条是让我带出去是更好用的 我只要到了国外 我也会把它摊在我的枕头上面 所以我每天都会睡得很好 也没有绕枕的那种迹象 所以我觉得非常喜欢这种围巾 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童文城 我是童文勋 书出来了 真的是很开心 我现在就可以直接拿着书 跟大家旧逐相的市政做对照 追查论文门 其实我跟杨秀阳大哥 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非常清楚 这个事情是不容你踩错地雷的 因为你讲错了就要被告 那么被告不是太大的问题了 律师嘛 一辈子对于上法庭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关键在于 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做一个学法律的人 我不可以没有证据说无话 所以这是基本的原则 所以我们只有找到证据的时候 我们才会就这个市政来做论述 我们做这个评断 所以我们的评论都是根据证据来的 而且很有趣的 这些证据都是蔡英文提出来的 我们最看重的 往往是蔡英文自己透过总府发言人 不管是在福方 还是说在脸书上所公布的资料 这些资料 别的资料你还可以说 他不理你 或者是说 他这个胡说 去乱讲他的证据力 但是如果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东西 那么你就不能再去否认他 所以就他自己提出来的证据 才是有最大杀伤率的证据 那么有了怀疑之后 我们就开始找这些资料 那第一个找的东西呢 我说过 我先去看了7月的时候 教育部高教师师长 所提出来的资料 那很有趣的 他这个高教师师长 所提出来的资料呢 里面有一篇公文 然后现在大家对这份公文 都非常的熟悉了 这份公文 他一开始拿出来 只是一个函稿 就是内部的拟稿 那当大家切而不捨的情况之下呢 就去追出了这份公文的正本 那这份公文的这个正本呢 跟拟稿呢 果然是一致的 那么所以当时有三份东西是 号称是 蔡英文的博士论文三册 由减负 由政大减负 送到了教育部 那教育部高教师手上 没有留任何的东西 所以七月的那个教育部高教师的记者会啊 我在九月四号把它调出来看的时候呢 看完就哈哈大笑 他拿出的两份东西 一个是政大法学评论的第27期 一个是第28期 另外一个呢 是所谓的蔡英文的博士论文 竟然拿出来的是 跟林环强教授 去伦敦政经学院妇女图书馆 所拍照 因为他那个内容不准他们说嘛 所以拍照出来这个黑皮的金装本的论文 显然是后面才制造的 显然是蔡英文号称毕业了 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 36年后才重新送入LSE 好 这个过程 我们经过不断的 有很多人去查证 查出来的 就是说 这个蔡英文呢 不止一次 曾经去尝试 希望能够把这个 他的论文重新放入 这个图书馆的系统里面 但是都失败了 那真的密集来努力的时间呢 是在2007年之后 显然那时候他已经有置于大卫了 所以最应该要被掩盖的 最应该要被优先解决的 他的整个重新生亚最大的杀伤 就是他的论文的问题 因此他已经努力过了 好 那么所以 我们那时候除了从台湾去看 教育部高校师所提出来的资料 那当时其实形成一个初步的新政 所以我们就兵分两路 就这个台湾的部分呢 我就开始去查他所有的 已经发表过的期刊的资料 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 信不信 我认为到现在可能总府自己手上都没有完整的版本 而我相信读过他中文期刊完整版本的人呢 非常的少 即使我努力过 把两个 就是说他的中文期刊 跟他所谓的英文的黑皮版的 这本英文的论文 两个对照之后发现是一个镜面的关系 就是照镜子的关系 是完全组织翻译的关系 即使我找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发现也没有多少的学者 有follow这样的一个发现 那可是我们同时也去看 LSE的那本东西 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出 就是说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在9月4号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 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找出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呢 当时去看过 LSE妇女图书馆的这一本私人收藏本 是影印本的影印本 这是copy of photocopy 是影印本的影印本呢 看过他的 而且有公开提出报告 以及这个读后心得的两位教授 一个是林环强教授 另外一个是这个 徐勇泰博士 他的月后报告跟心得 都呈现一个事情就是说 当时他们承诺了 如果看了这本论文呢 非经当事人同意 当事人就是蔡英文 非经当事人同意呢 不可以揭露 这本书里面的内容 这本论文里面的内容 那么看了也是白看 他们唯一能够揭露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本书的形式的各种问题 他们只能从这边切入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就发 就知道了 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就买了机票 飞到L11 然后也经过了程序 也被允许进去阅读这本所谓的copy copy or photocopy 影印的影印本 这个私人收藏 我看完了 我还是一样不能够做任何的陈述 除非经过当事人蔡英文的同意 那你不是白忙一场吗 所以法律上有一个东西 这是国际司法的一个原理 这个名词叫做用尽当地原则 这个用尽当地原则是 本来是什么意思呢 在国际司法里面的意思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 不要很急着要去寻求 另外一个国家的法院 介入两兆之间的一个私人的纠纷 应该要尽量用你国家的法院 因为他的调查事实 他的市政的收集 对于厘清事实 以及他的成本 都是最经济的 因此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用尽当地原则 但我常常用这个用尽当地原则 去告诉这个学生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这个 决定要不要出国念书 还是说你今天决定 你已经出国念书了 你也已经拿到这个律师了 你进入一个工作 进入一个职场 过不到三个月 你觉得说 这个不适合我不想做了 来问我的意见的时候 我通常都会跟他讲 用尽当地原则 你是不是已经好好的咀嚼了 这家公司 还是这个律师事务所 可以提供给你的所有的学习的养分呢 以公司来说 你如果通常会去录用一个律师 当in-house来说 就说公司的法务主管啊 因为律师进去当公司的银行 通常是已经在主管的阶层了 它一定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司 那么它有它的财务面 它有它的产品面 它有它的行销面 它有它的跨国的各种领域 甚至它有它的劳工的问题啊 是不是 那你都已经弄清楚了吗 绝无可能 你通常会很快想要散人 是因为你可能突然对薪水不满意了 你可能跟主管相处不好 你可能发生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这个都是你的学习的机会 所以不要轻言换工作 这是我给学生的建议 所谓的用尽当地原则 如果学生是在律师事务所呢 通常也都是规模比较大的事务所 那么你知道他 刚才我说过了 前一段我说过了 律师的这个事务所呢 档案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你学会了这个事务所的档案管理了吗 如果将来有一天 你要建立自己的事务所 你怎么建立你的档案呢 你怎么保护当事人的秘密呢 机密呢 这个都要学的 再来 一个事务所最重要的 律师事务所 要当律师啊 你必须要能够文武兼备 你除了能够耐心 坐在那边把案子做好 把证据收集齐全 把状子写好 你还要能够社交 还要能够公关 所以你才能够有固定的案源 引案进来 这就说你还不能生病 因为律师通常都是自雇 对不对 你要创立一个事务所 你就是自己雇用自己 你如果生病的话 事务所就停摆了 你还要把自己身体练好 再来你还要懂财务 你如果不懂财务的话 你怎么知道你是赢还是亏呢 你的投入怎么样才会回收呢 那案件是用低价经证的方式 杀到到最后 你也没有办法 没有心力去照顾你的案子 案件做到离离到老 所以你要学习的东西非常的多 已经成功的事务所 为什么成功 他一定有他不足的地方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 也没有完全完美无缺的公司跟事务所 所以我会说用尽当地原则 好 那么用尽当地原则 用在蔡英文这个案例上是什么情况呢 第一个 既然LSE的这个东西在9月4号 我讲的是9月4号的状态 在9月4号的时候 你即使飞到LSE去妇女储物馆 看到这篇copy of photocopy 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也不能拿来评论 你也不能拿来研究 因为你也不能抄 你也不能影印 那你到底要泡在那个 这个图书馆里面泡多久 才能够把他那一本论文 把他弄清楚呢 这基本上是一个所谓的 mission impossible 那么 所以我当时的破解的方法就是 我先从他 在台湾已经发表的期刊 或是国际有发表的期刊 我们都把他尽量找齐 那第一个要切入的是什么呢 就是7月的时候 教育部高教师出来回答 程序顺委员的咨询嘛 所提出来的所谓的政大27期跟政大28期 所以就从政大开始查起 那么我们从第27期跟第28期呢 就看到了一进来两三页啊 就看到了非常荒谬的 连名词都翻译错误 东京回合 英文写成甘乃迪回合 Kennedy round 而那个时候 这个东京回合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在1978年的时候才结束嘛 东京回合谈判 这也是蔡英文刚离开康乃尔 到LSE去想说走她的这个硕士的学程嘛 从她学习卡看出来是这样子 1980年才刚学术的这个东京回合 你竟然可以在你的发表的这个中文的文章里面 把它写成是甘乃迪回合 那么这样离奇的东西 郑大也可以把它这个录用 所以听说经过检举 所以郑大真的现在已经开启了 这个教评 就是伦旅委员会正在审查蔡英文的问题 那么希望你们真的 好好的发挥学术的良知 好好的审查这个案件 真的是当时这个政大的法学评论 是怎么通过这个所有的 他每一篇文章都有问题 不是第27 28而已 那么从27跟28之外 我们看到了当时教育部高教师 还拿出来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蔡英文在深等教授的时候 政大曾经在1990年帮他出版了一个合集 这个合集叫做 就是我们把它看到那个内容之后 我们发现说这个合集本身 根本就是重复再重复 把它从论文英文的这个草稿 所做成中文的镜面的东西 再重复的收纳到 那个所谓的法律的专辑里面 然后另外有三篇 根本就是政府委托的这个 政府委托的研究案 那这十篇东西变成是他教授深等的资料 没有问题吗 所以一步一步的 我们走完了中文的部分之后呢 我们发现 这个时候应该是去挑战他 所谓的国民待遇问题的时候了 那什么是国民待遇呢 我们下一段进来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轻松地将我挂在他漂漂亮亮的琉璃台前 就能充分展现烘干杀菌的功效 现在他使用抹布 再也不会闻到那些恼人的异味了 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 童文城 我是童文勋 所以这个 我在这个新书的序里面 秩序里面 我有提到一个一句话 是肖伯纳的名言 他说说谎的人所受到的惩罚 在从根本上来说 不在于没有人相信他 而在于他无法相信任何人 我觉得蔡英文能够 在论文的问题上面 隐瞒欺骗大家三十几年 这三十几年来 恐怕对他的人格 他的性格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是多么沉重的心灵的负担啊 那我什么时候开始怀疑 就是说这个事情有问题 刚才在第一段的时候 也跟大家分解过了 就是说是9月4号的时候 他去告了两位教授 可是我在什么时候确认说 哇 这个人可能说谎 是不打草稿的 是从这个开始去切入 开始找他的资料的时候 最早跳出来的 事实上是在2015年的时候 2015年的竞选的时候 陈吉迈是他的竞选总部的发言人 曾经出来帮他辩护 说蔡英文是什么时候考上 台湾的律师资格 什么时候考上 他说的时间是1996年考上的 1996年考上 所以我就去查了1996年的榜单 那么这个榜单呢 上面没有蔡英文的名字 可是在律师的登录呢 有从法务部去查律师的登录呢 可以看到蔡英文的登录 他的登录时间呢 是1997年 就是在他的这个检核通过之后的第二年 那么所以我就确认就是说 既然你不是考的 你是检核嘛 而我的推论也是的 就是说在1996年的时候 蔡英文已经是什么呢 他已经是教授 因为他是1991年 从政大升等教授嘛 那么他升等教授 五年后跑到律师的考场去考律师 这书难想象的 因为他必须要昂首阔步 还是低着头走进考场呢 走进教授的时候 可能有学生站起来说 啊 老师你也来考律师 这不是很尴尬吗 考上没考上 都会变成是一个笑话 所以当时就 其实在很多年前 有人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只是没有动手去查 在脸书上面 有朋友就说 陈一白说的是真的吧 他应该是考的吧 我说这个 我手上没有证据 我也没有去查 但是我觉得他要去考的机会不大 也没有必要 何况当时他就已经确认 他要扶公子 要走公子这条路了 当时他已经担任过 这个公平会的委员了 然后他也是陆委会的咨询委员 一直到1998年都是 那么确定要扶公子了 为什么还要去考这张执照呢 当然我们这几天又查到说 1989年的时候 他怎么样去开事务所 又怎么样去接了 龙安的这个地产的案子 那就发现说 原来有这张台湾律师执照 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显然当时他也不是确信说 他一定可以扶公子一路走到底 而且他一路就是扶公子 一路就是违法兼职 所以在我们来说 就是说如果是要扶公子的人 如果是要担任教职的人 就应该要专心的去教书 专心的去教书 如果你被戒掉出去 去公职 去当什么院长 去当什么部长 你不可以说 我大不了挂罐求去 我再回学校教书 No 我就是一个呼吁 一旦你被戒掉 就不要再回去了 让学术的归学术 让政治的归政治 这才是专业 不能说我今天没有 破釜承受的决心 我被戒掉 所以呢 做了几年之后 反正我永远有一个退路嘛 可是那几年 你并没有专心在研究上面 你为什么要再回学校 去误人子弟呢 所以 戒掉的话 就不要再回去教书啦 如果你今天想要当一个律师 你就好好当一个律师嘛 不然就向我退下来 我想要去经营社会企业 赚钱 然后 把我的理想 把我的志业实现 这个是 我觉得要有一个清楚的 清晰的选择 不得够在那边跳来跳去的 so 在这个 看完他这个 陈其迈的这个说法 因为我说过嘛 查这个资料的时候 除了去看教不教教师的东西之外 第一个跳出来的资料是陈其迈当时 可能点击率很高吧 就是有关于他的 是不是违法兼职啦 是不是这个律师资格有问题啦 都是在当时可能点击率很高 所以你在一google的时候 其实跳出来就是这几个资料 那么我也就很快就查到了 他确实是简核的 简核的为什么要说谎呢 甚至后来我们查到就是说 2011年的时候 他在人生的意外的这场讲座 好 在书里面我们也把这个讲座的 这个 他的整个陈述的过程呢 用QR Code给大家 所以大家扫描 就可以直接进入 这个人生的意外 在书的第14页 就可以直接扫描 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全部的 他怎么陈述 他怎么样拿到台湾的律师资格 他说 他从伦敦拿到学会回来了 那他本来不想回来 他本来想去新加坡教书 因为这个收入比较高 后来他爸叫他回来 回来之后呢 觉得说你毕竟是学法律的 应该要考一张证书吧 所以呢 他就跑到纽约去考执照 不是 因为他纽约的资格 现在我们也查到了 是在什么时间呢 是在1987年 1987年 才通过1986年 可能是通过了 纽约州的律师考试 1987年登录 所以 纽约州的律师考试呢 是这样规定的 就是说 如果呢 你这个考完试最晚 他必须要再考一个ethic 就是伦理的 律师伦理的考试 那这个中间时间不可以超过三年 否则的话你要重新再考一次 所以如果从1987年往前面三年推呢 他顶多是在 1984年的时候吧 好 去 去 有机会去考试通过 那么可能就跟他说的时间是相符的 可是我相信通常不会这样做 因为你律师考完之后 确定考上了 你一定马上take下一次的 这个伦理 伦理的考试 律师伦理的考试 然后马上飞去宣示 我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很少人就是说 律师考试通过之后 很多年放在那边 不去 不去把他这个完成 所以他说的 他马上就去考了律师 然后律师 你记不记得 他说他拿到了律师证书 挂在他们家墙壁上 所以如果说是1984年 或是1983年就去考的话 应该就是当年就拿到了 绝对不会是在1987年才登陆 好 接着他说 后来又觉得 台湾的律师资格 没有这个取得呢 很奇怪 所以他后来又去考了 台湾的律师 完成这两张执照 他觉得他的 这一辈子的考试 已经结束了 这两张执照 就挂在他们家的墙上 于是接着 他开始他的教学的生涯 是这样吗 完全不是嘛 这绝对不可能记错的 没有人会记忆记错的 为什么 这有一个前提的问题 因为他是律师减合的 他不是考试 减合的要件是什么 你必须要担任教授或副教授 先担任 先从事学术 担任教授或副教授 教主要科目 一定年资之后 你才有资格去减合 所以一定是先教书 后减合 先教书 后减合 可是他现在说什么 他是考试 考完了 才去教书 那么 这个说谎真的是 完全不打草稿 而我对他的这个整个信心崩溃 我再也不想称呼他为总统 再也对他的这个提出来的东西没一样 不但在不移处有移 有一处还要有更多的疑问 详细的去检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在讲纽约 纽约42节的这个外馆的采购 谁决定了呢 谁拍板呢 他说就是我了 凭什么呢 那时候其实他是谁 他是他在这个 陈月扁时代 那个时候他是 陆委会的主委 陆委会固然有在国安的提醒里面 也许他在国安会的会议里面呢 有听闻参与这个 关于这个外馆的采购的这个过程 因为他那时候根本还不是行政院的副院长 还不到那个程度 他是在这个陆委会的时期 而陆委会的时期呢 我们前几期不是跟大家这个说明踢爆了吗 台湾跟多米克的这个断交 介入的商人叫做董立群 是一个女的商人 女的台商 就是在1989年跟隆安集团 一起委托蔡英文叫做博士律师 作为他们台湾的法律代表 董立群做这样的事情 当时他把这么重要的案件委托给蔡英文 那么蔡英文当时为什么 本来已经承诺了要加盟万国法律事务所 把人也带进了万国法律事务所 却发现说有这样的大的案件 大船要入港了 于是很快就离开了万国 怕把credit给万国吗 怕把隐暗奖金到最后整个案件的收入 都变成万国的收入吗 不知道 可是很明显的 你诡弊你的承诺 进了万国之后 你很快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怎么样 自己开业 一个开业成立不到一两个月的事务所 人数这么少的事务所 可以拿到隆安集团 当时的董立群所开立的大原地产 在整个德州的开发案的台湾的代表 这个经验是他开业的时候 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案件 最大的客户最重要的客户 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 2004年的时候 多米尼克跟台湾断交 你在国安会 你有没有跟陈水扁前总统 当时的陈水扁总统 跟总统报告说 这个人当时是我的 法律 我的律师事务所的客户 我曾经当过他们的 什么呢 法律顾问 在台的唯一的代表 这有没有interest conflict 就是我们讲的利益冲突的问题 所以我其实我们在讲论文门 从头到尾 我们除了做事查核之外 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道德的查核 做一个伦理的查核 叫做ethic check 不是一个fact check而已 这也是杨秀文大哥 最近以来一直在主张的 所有的企业应该要有ethic check 不只是所谓的财务的一个机合 诚信的机合 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重要的东西 常居久安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来看 你不能揭露 你不能揭露 这个义务是终身的 可是你又不能够履行你在国安会 陆委会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 所应该要履行的任务不是吗 跟多米克断交是被中共 由董立群来挖断我们这个邦交 这不就是涉及陆委会的职权吗 你是总统最重要的 两岸的问题的幕僚也 我明天继续破解这个问题 您知道不靠食补 也能抵御寒冬的能量来源吗 万病之源来自气血不慎 提高体温能促进血液循环 预防罹患文明病 人体吸收热能和远红外线 让能量全上升 身体就充饱电 癌细胞怕热 经常吸收热能 还能为您比喻癌细胞 让我们听听 附建医学专科武家医师怎么说 那差别在哪里 紫外光的波长很短 它不能够渗透到身体里面去 那远红外线的波长比红外线还要长 它不会消耗在皮肤上 它能够透进去 透进去 因为它这个波长 我们身体的细胞可以吸收 医师祖师说 你不需要吃东西 身体就有能量去做它 该做的事情 Apollo Fiber Insight 远红外能量发热背心 材质轻薄暖 独家发热技术 为您补充能量 我们采用来自矽谷航胎科技 具有远红外线能量的 超微电热纤维布 即使不插电 依然有远红外线效能 市售机能发热一 大多仅有局部热源 发热面积小 热能容易流失 Apollo Fiber Insight Apollo Fiber Insight 远红外能量发热背心 采用大面积电热纤维布设置 布料纤维均匀发热 与一般电热片不同 还能防止静电产生 我们的产品都经由 国际最严格的安全认证 5电磁波释放 使用更加安心 三半式温控设计 自己掌握调节热度 最适合登山 滑雪 急速运动 泛舟 潜水 宿溪 是外出活动最佳的保暖盛品 热爱高尔夫的你 穿上远红外能量发热背心 能放松肌肉与活络关节 能放松肌肉与活络关节 让您挥干 打球更顺畅 远红外能量发热背心 加装了行动电源 就像您体能的行动发电机 对抗寒流 还能兼具热肤 保暖 穿在身上 暖在心里 就是要清 薄 暖 冬天不再吃肥 战胜低温胖 这么做更有效 首波限量只有300件 持续进化的保暖科技 能量发热背心 健康守护联盟 与您一起守护健康 Apollo Fiber Inside的产品 现在到这些地方也买得到啰 高谷连诊所 台北市中山区北安路607号 地下一楼 方泽药局 彰化市中山路3段434号 可麦皮鞋 台北市市林区 文昌路74号 知心药局 台北市双山区 巴德路3段148号 欢迎加入健康守护联盟的行列 让我们一同守护健康 加盟专线 02-8791-9010